大家好 我是蕭甲大 身邊是蛋哥 你好 我兩星期前在觀塘遇到他 然後他呱了幾秒 戴著口罩給他認得 怎樣 蛋你好 事後錄了一句音給我 你現在這麼肚滿腸肥 哇 我立刻 有打擊 立刻收回來 其實是嗎 是真的肥肥了 所以不要怪我認不出你 你那時候是一個俗世偏偏街公子 是 現在變了 現在是一個富二代 我也想 為何找蛋哥呢 今天除了上次遇到之外 之前留意到有個訪問 有個報道就是Sam哥 許冠傑 許冠傑先生開演唱會 印象中對上那次洪館演唱會 已經是說了SARS 即是過了SARS 然後再近一點 就是上次在海港城天台 免費給大家看 就是哄香港人的那個 那個演唱會 我看到又是健康蛋搞的 然後這次又是健康蛋去搞 演唱會關你什麼事 為何你搞演唱會 其實這個也是一個很有趣的緣分 我只能這麼說 講緣分 要回到三年前的海港城 你有時間給我說 有當然有 你知道我們老爺一說很長氣 我也是老爺 繼續 因為疫情 所以就產生了健康蛋 健康蛋其實最早的時候 真心那句就是想回歸社會 就是說有疫情 不知道是怎樣戴口罩也不知道 應該怎樣洗手20秒也不知道 到底是一件什麼事 不知道 很多事情都不知道 很多不同的訊息 真真假假 大家很慌亂 是的 市民都會有些迷惘 那就是我的partner 大家坐下來就說 喂 不行 不如阿蛋 大家認識你 你去找一些真的專家醫生 以正視聽 給大家一個正確訊息 於是就開始健康蛋 但是他們就給了一個唯一的條件 就是你不要打算拍一條兩條片 是 你最懂 看一條兩條片不行 沒有人會看到你 他說你要日日 我說日日出幾條 日出兩條 我初時 日日出兩條片 是的 我的第一年 我想頭十八九月 我日出兩條片 所以我現在有千多條片 你說是否很瘋狂 是 我以為其實初時 我打算三個月給我兒子 疫情 沒有 以往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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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是 全香港都以為是 正確 我打算做 做到沒有了 做到沒有了 真心做到沒有了 真心做到沒有了 結果就做到現在 於是有了健康蛋 其實許冠傑這件事 是甚麼事 其實那一年 原本許冠傑是打算 4月已經有一個 紅磡體育館預訂做 即是說 去天台那一次 原本應該是在紅磡體育館 原本是在紅磡體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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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嘉賓、健康彈 我們坐在這裏談 我們要找些甚麼人談 我就跟蕭仔說 蕭潮信是這間公司的老闆 亦是Sam經理人 不如既然我們不能做Sam演唱會 現在Sam一定大家個個都家居隔離 不如我們現在給他電話 我們希望能否電話 問他現在的情況是怎樣 鼓勵香港人 讓大家在家裡安樂 唱一首歌給大家聽 即是哄香港人 只是一段影片 打算做一段影片 我都不敢貪心 我只是想說 其實不知道他肯不肯 還要找Sam去做 於是蕭潮信就打電話給Sam Sam說 一首不唱 要唱就唱 十多首做個表演 是他自己說的 我們直接說是否 是呀你是不是 是 因為他真的很想用他的歌 去跟香港 因為大家只能在家 希望每人在家 起碼有一個小時 可以笑 可以開心 可以跟他唱 還有他有一群 因為他有一群 當時因為這樣 因為有很多東西下來 他有一群跟他一起合作了很久的 通理琴行的一群製作那邊 跟他一起合作的夥伴 可能是否本身準備要開演唱會 沒錯 他就說我想幫他們 我不用籌款 我自己納錢出來幫他們 我就想借這個機會去做一個表演 一說完的第八天就做了 是全球 我都沒有想過可以是這樣 大家聽到 是嗎 我要給我 對於給其實很簡單 我給你拿就可以了 是 是嗎 需要錢嗎 我許他也不收我錢 我現在在這個時刻 我收什麼錢 我收什麼錢 收錢來做什麼 他又不打算要籌款 不是籌款 千萬不要籌款 我心靈心告訴大家 於是我們就是眾志成城 你想想 只有我們幾個人而已 一二三在七天之內 就做了一個全球的許貫言 網絡 我覺得那時刻也是一個經典 是開心的 每個台播放新聞也說了 當期時 老實說 真的許貫傑可以做到這件事 史無前例 因為他自己一支結他就控制了整個香港 不單是全世界有華人都聽過他的歌 這件事做了 做了一直下來 你記不記得第二年4月1日到哥哥 許貫傑也有品唱 又唱了兩首歌 但是我們希望每一年 我們都很希望疫情快點沒有 因為我們真的很希望 上次許貫傑那一小時 其實老實說是我們欠了他的 就是他來幫忙 對 我覺得他應該在紅銀體育館坐在那裡 大家一起跟他一起唱 所以我們每一年都希望 我們會否訂購到某場呢 其實訂購過 又沒有了 好 終於在2023年或2022年尾開始 所有事情我們知道了 我們懂得應付這個疫情 開始慢慢放寬了 知道 我們其實就訂購了4月 但訂購了4月 阿Sam 怎麼樣呢 我們做不做好 那時候仍然是全家 就是八成半而已 最早的時候只能夠是八成半 所以讓你賣光的 應該怎樣呢 阿Sam 於是我們拍片前也跟阿Sam有默契 阿Sam就說不要緊 阿蛋 你放膽去做 和我和阿蕭潮順 你去做 我真心的唯一的要求 就是希望不要賣五塊票 希望很多我的支持者來聽我 是 那你如果告訴我 不是阿蛋 因為我很久沒有做出表 現在每張票要賣貴一點 我會招頭 你說給我一個這樣的任務 不是 賣平票真的很開心 街大搬起 又不難賣 是的 但是你 我會想 行不行 就是大家不懂得去處理這件事 因為呢 反過來 賣平票 你就變成預算上 要不要想著怎樣花錢 能不能回本 因為那天我在地鐵站 要給大家一個視頻 地鐵站我看到一個很大的燈箱 就是一個海報 那他鬚的手臂 穿著白色背心 鬚的手臂 他很健康 接著呢 下面那個價錢 380 接著就880 兩款而已 沒有的了 現在很多紅館的鬚 你最少四款 380很少 然後480又880 山頂兩行 是的 接著有些可能用五款 最貴有一隻過千的 可以在後台握手 現在很簡單 380 880 接著上次好像聽到 380還要不僅是頂的兩行 你是佔很大部份 380 那麼少少認識製作的人 就會想 行不行 怎麼做 這個就要問你 老實說 在鴻門或者任何大場演出 是不能騙的 你一提出票價 人家就會跟你成 是的 賣完 就是多少錢 就是這麼多錢 每場戲就是這麼多錢 那麼 於是 你真的不能騙 不能騙的時候 我們就要計算這個數字 有些人就會問 那你山頂三行 380 許冠軍說不行 他要求起碼有一半的座位 我不管你是四面台也好 三面台也好 你要有一半的座位以上 賣300萬 一半的座位要有300萬 是的 一半 於是你就想 我們通常是這樣的 例如做了一個展示 三個價錢也不太多了 一定是 三八八 五八八 五八八八 三樓 山頂三行 只有三行 三八八 中間一段 一聲一開就會沒有了 五八八 一定沒有了 五八八 紅館可以坐到一萬二萬 萬二人以下 我們這個數字就這樣計算了 於是我們有至少有六千個位以上 是可以三八十 即是剛才你加了五百八十 現在三百八十就是佔領五百八十的位置 你給三八八十是在買以前的 你給五百八十才能買到那些 那這個真的好像沒有做過 沒有人敢這樣做 而且那個是所有巨星都會敬仰的一個人叫許冠傑 剛才 是巨星 中的巨星 沒錯 而他就是認為要這樣 因為他說不要緊要我選 我選我的歌籌 你不要縮你的製作 你千萬不要這樣 那你給你一支結他 你自己轉吧 也不要旋轉 是不是這樣 一定不是 我們現在做三的那個 繼續在紅館永遠 大家一定要找到陳華國 跳舞的那個叫Sunny Wong 都是電堂級的人馬 全部有Live Band 這些全部是不決的 不會欠你 沒有煙 只有煙機 不是 所有你會希望在一個大演出看到的 你都會在這裡看到 Sam就是他告訴你 我收小一點 你不要縮屁 這個就是我向他拒絕的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他願意跟香港人一起 他很想 你知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你應該這樣說 原來他喜歡唱歌到一個位置 我每一次去見他 跟他聊天 他永遠是結他不離手 跟你開會 怎麼樣 我們在聊天的時候他又輕輕唱 然後他聽著你說的 他就唱 我覺得我其實已經聽了很多場演唱會了 小小我又分享我的經歷 我也有幸二十年前跟他開過一次會 就是沙士那次演唱會 去過他什麼園的家裡 是嗎 他又是 是嗎 是的 我告訴你 他喜歡我們結他很輕鬆的 說兩句又彈兩下 很喜歡 你會覺得他不是假裝 他不只是上台才唱歌 音樂和唱歌在他的生活裡面 全部進入他的DNA 就是他就是這樣 然後他的孫子回來就是 打鼓 開心得你看到他那種 作為爺爺的 你看到那件事 他很喜歡 而是他已經有幾年要做 做不到 他很想做 他很想做 所以他說 我很想能夠跟更多的人 能夠付得起的 跟我一起 分享這幾萬 於是我們就成就了這次 380、880 這個關注 在紅館開放之後 或者近年的紅館 都沒有見過兩種票價 380超過一半 坦白說 其實不是說壞行規 就是說我們怎樣 其實大家明白的 一定要理解 Sam Huy已經到了這個位 他其實真的可以不用了 他現在是龍孫為樂 但他真的是熱愛唱歌 所以他說 既然是這樣的 你本來是10元 很重要 5元也可以 我喜歡唱 你讓我唱 讓我見一下我的支持者 他最重要是見到他的支持者 除了他熱愛音樂 我感動的是他愛香港人 是 因為上次SARS他都說過了 然後他出來哄哄大家 零四祝福你 我依然記得那件事 當時裡面 他一樣都很開心 裡面 其中一個最記得 很多美女的 很多年輕人美女 然後氣氛很好 整個表演很開心 今次的氣氛 或者嘉賓方面 有沒有透露一下主軸 一點點 我們仍然在研究 到底怎樣可以令整件事的氣氛 最開心 因為如果 不好意思 如果說到他請嘉賓 Sam Huy 他要誰來就誰來 應該是這樣的 但其實可能 他真的很愛唱也不一定 他喜歡自己唱 如果他沒有嘉賓 你看不看 當然是看 但其實這次有一個位置 亦是inspired 上一次我們海江城的歌唱 我記得當時說 許個傑賞 雖然我們沒有辦法 可以在一起 看著我唱 陪伴我看著我唱 欣賞我 你們在家 但我很希望你在家 都和我一起唱 所以你事後就看到Gigi 你看到喬寶寶在蘇格蘭 都開著一起唱 今次就是 咦 既然來到 有一部分大合唱 一起 你選 許個傑今晚 我在這裡 有兩首歌你選 你們選哪首 我唱我首 可能明晚不是這首 然後要一起唱 我們想說真的跟現場來到 一心來要看許個傑傑 是跟他最接近的關係 大家是在歌中走到一齊 通常做完這些訪問 對方都會很友善地送一些演唱票給我 但我不用 我這次不用 我自己銀河包買兩張八百八十 謝謝 大家都是有能力的 就買八百八十 剩下一些三百八十的票 給SAM去真正的粉絲 大家入場看 我想問 究竟是實際的演出的日子 以及什麼時候開售 如果大家要去搶票的話 就是這樣的 你講的前文就是 健康蛋有份 主辦 很開心 是我一個很大的愛 但是我們有貪心 我就跟SAM說 SAM在賣票 你能否讓我們做一個健康蛋 做一個PB 沒有做過 從來沒有做過 雖然我們有網店 但也是賣一些健康產品 但沒有試過賣票 賣票很重要 然後SAM說 好 於是我們就快點去試一下 我們的系統是否可以 系統是 IT方面的東西 他就給了2月1日到2月8日 這個我們就是PB 是 1萬多張 1萬5張左右 是 我先拿1萬 我先拿1萬 因為其實只有6萬多7萬票 先拿1萬 不知道行不行 很害怕 沒做過 一聲兩天就沒有了 是 我們今天就9日 是的 即是已經賣完了 然後我再… 因為還有幾天怎麼辦 兩天已經賣完了 我明明預約了一個禮拜賣 前兩天賣完怎麼辦 我再搶一搶一搶 再搶到5千票 都賣完了 是 賣完了 好了 之後就很開心 我終於試到原來健康蛋的平台 都可以賣票 而且我們現在有一個很有趣的 你知道現在 跟人訂票PB 或者任何賣票 是否要收手續費 要 收多少錢 幾個百分之 最少20元 最少20元 但其實已經是50 50、60元 但許貴傑也是這樣說 阿蘭 我給你 但你不准收超過20元 OK 即是不准超過20元做手續行證 沒有問題 我們就收20元 很便宜 20元是一個好賣 最少 因為我真的要一些手續行證 我們要經常請人來做事 總之把所有東西便利各位喜歡阿蘭 可以買到票 PB完成了 今天是9日 然後正式發售的日期 就是2月14日情人節 公開發售 情人節 即是下星期二 下星期二 2月14日公開發售 沒錯 沒錯 希望大家如果反應踴躍的話 我還有很多事情要跟手 我還要 Sam 很快就去賣掉 要不要加長 要不要加長 是呀 這個就讓大家在公開發售之後 看看反應 真的要看反應 我怕大家未看到海報 是 Show是哪幾天 4月7至12 4月7至12 還有一件事我想補充 剛才你不是說見到海報 Sam很大隻 是的 有些人問是否P圖 我不敢問 你自己說 是否P圖 我現在想告訴大家 他在練歌的時候 大家叫Band Hur 你猜他除了吉他在做甚麼 兩下啞鈴 一邊練一邊做 因為他既可以 我又唱 但我要模仿他在台上 我都棄羅棄喘的時候 行不行 然後練 到時你們就知道 他必到 即是你會看到 哇那些是真事 是不是70多 你真的不說得少 不是P圖 不是P圖 大家記得 2月14日公開發售的時候 就好去搶票 到時我就會坐在880那裡 坐在很前的 希望看到大家 唱大聲一點 好一起唱 我還是要跑 得到 我會這麼說 他在便宜 那天 那一 一直